初为过手进望远镜发现弗里巨型的示意图,图中去大火球是新发现恒星的示意图,它从白色圆形区域的新场中被发现,左下角展示的是这颗恒星由LeMust所拍摄的光谱,背景是这颗恒星附近区域的真实银河照片。 本包讯,记者,雷佳正式投用七年的国家大科学装置,过手进望远镜又有重大发现,国际期刊《自然天文》昨天在线发表了我国科学家的这一发现,一中科院国家天文太科研人员为首的团队伊托里Must发现一颗奇特天体,其锂元素含量约是同类天体的三千倍,是目前人类以着锂元素风度最高的恒星。 锂元素是连接宇宙大爆炸、星际物质和恒星的关键元素,在宇宙和恒星中的演化一直是天文邻居的重要课题,富含锂元素的决心十分信用,但在揭示锂元素起源和演化上,却具有重要意义。 遗憾的是,过去三十余年天文学家只发现极少量此类天体,随着LeMust的落成和旋天计划的开展, 其海量恒星光谱观测能力在天文极处研究中逐渐发力,这颗星发现的复理恒星来自银河系中心附近的蛇幅座方向,位于银河系盘面以北,距离地球约4500光年。 国家天文台博士颜洪亮,研究员赵恩和世界荣等人,在取得这一发现的同时,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师班大学的科学家合作, 对这颗奇特恒星开展了深入研究,发现这颗恒星的锂元素很可能来自恒星内部的一种特殊的物质交换过程。 他们还结合美国自动行星搜寻者望远镜的高分辨率光谱和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最新的原则数据,通过模拟在线其内部经历的变化,从而对这颗恒星的锂元素风度给出合力的解释。 这一发现改变了人类对天气中锂元素的认知,将国际上的含量观测极限提高了一倍,同时在理论上对锂元素合成和现有恒星变化理论。 提出了读书一支的新观点,严孔亮博士告诉北京报记者,他们提出的新观点解释了这颗恒星是如何通过自身来形成锂元素的获得是通过吞噬其他恒星,但也有理论证明你可以形成于恒星内部,但由于锂元素不耐高温,所以即使形成了也很快就被消耗掉。 我们假设为一种不对称对流,就是恒星的物质从外向内运动的时候速度呢,从内向外运动的时候快,这种速度不一样的对流,使得用来形成你的物质,可以从内部被迅速带到外部。 不因为,居心内部经常有从外到内在从内到外的对流,在温度较低的区域转化成里,从而避免被高温破坏。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昨天同时宣布,Lemost已圆满完成一期光谱寻天观测,共发布光谱901万,其中高质量光谱777万,确定了534万素恒星光谱参数。 其成果包括,两次刷新银河系半径的数据,今年界定的半径,已达到过去认识的两倍,对太阳附近的暗物致密度进行重新鼓探,发现万余颗金属含量低于太阳,1%乃至1%的平金属星,构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宇宙化式样本。 在近千万条光谱中,找到5颗超高速星,为研究这类能够逃离银河系的恒星提供中硬量本,等等。 中国国家天文,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